每个月 六市集固定于第一和第三个周六 在清华大学校园中摆摊 小农们带着新鲜蔬果前来贩售 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但真正停下来购买的有限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很常来逛市集 那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会去买菜的时候就说 就会问说这个到底要怎么煮 这个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有下厨的人 比例已经是慢慢的下降了 许鸿翔和其他三位伙伴 透过荒野保护协会认识 以前常常一起来逛市集 他们观察到市集中缺乏熟食 而且消费者尝试走马看花 很少停下来了解 为此他们成立了舒活窑 让消费者可以坐下来 亲手制作披萨 他们则提供面团 以及来自小农的食材 让消费者自由搭配 再来就是秋葵红萝卜和甜豆 也是这边的小蒙 对就是这个季节有的 那红萝卜它其实比较不分季节 那秋葵的话现在已经是到尾端了 之后冬天就比较不会有 消费者做好了披萨经过窑烤 热乎乎的成品就出炉了 选择自己建造一个窑而不用烤箱 也是经过思考的 还有一个用窑的理由就是 觉得能大家做了以后 它可以很及时的就烤出来 它不会有受一些什么电源的限制 那直接烤完就会让大家马上可以吃到 然后让它跟食物的连结也很能很及时 在市集外 蔬火窑也尝试举办亲子供出的活动 带领大小朋友从面粉开始 一步步制成披萨 了解过程就更能珍惜吃尽嘴里的食物 除了蔬火窑之外 普什小布也是另一个贩卖加工产品的摊位 最初林云璇和江兴燕为了帮助 巴巴风灾的受灾农民 尝试将过剩的柠檬做成果酱 开始在市集贩售 没想到竟促成普什小布的成立 现在的普什小布与许多种水果的小农合作 持续推出不同口味的果酱 两人放弃原有的工作 全心全意经营普什小布 不在市集贩卖时 他们在苗栗的工作室中进行繁复的准备工作 果酱的制作至少要一个礼拜 市集前则准备较不能久放的产品 为了要搭配果酱 新年开始尝试制作吐司 我做面包也不是很专业哦 我懂得一周大部分是以自学为主 好 还有看书 从面粉到做成吐司的过程 新年一天内得全部重复五次 才有办法完成市集贩售需要的数量 吐司和其他产品的出现意外地让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果酱 每卖出一罐果酱都是帮助背后种植水果的小农 我们其实最希望是所有的客人是来吃 来品尝以后接受这些农产品 不是因为听说可能然后就来买 小农的农产品经过这些食品加工者的手 为律师集加入不同元素 也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像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例如说那个卖米粉的啊 或者是还有卖那个柜的 对 像这个就是一些总项 他们有做一些调整 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蛮好 就是可以让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进来 藉由我们担任这个 小农和消费者中间的一个桥梁的感觉 就是希望他们能藉由来这边做东西啊 然后吃一下这些小农的食材 然后发现说这些 这些食材是很有趣的 蔬果药的披萨和普世小铺的果酱 让小农的蔬果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 在平常之后 消费者或许就更愿意去了解 支持这些小农们的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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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